好 那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就安卓也很专注的 就关于黄金方面的一个走势 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呢 黄金走势呢 一直以来的话都是比较疲弱的 不过我们看到呢 有一些投资机构 比如说像高盛啊 还是坚持看涨黄金 另外的话呢 我们看到留言板上呢 上一次有参考 1300美元每盎司附近 做空的一个朋友们 都很想了解一下 您之后对于黄金走势的一个看法 好 就如果说有参考 上一次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建议的话 大家可以再继续关注一下 因为呢如果说从过往两周的话 我们能看到就是说 黄金的一个走势 主要跟那个股票市场 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对比 就是黄金往上涨的话 股票市场会往下走 那过往一周多的话 大家应该也知道 就是股票市场一直在往上涨的一个趋势 相当于比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了 那我自己个人预判 就是说在那个股票市场 还有一个5%到8%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 包括美股 我们A股 或者还有就是说港股也是 那欧洲的股票先忽略 先不要考虑 因为很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光从市场投资者的一个投放 很明显是在股票市场 那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人的一个避险的一个需求 相对减低 那黄金就有一个下坡的一个可能性 那如果说以过往一周多的一个比例来看的话 股票市场还有5%到8%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 我们再直算一下 大概70%左右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黄金的一个下坡的一个可能性 应该是能够到1265到1280这个区间的 那我建议就是说 我赞同就是说高盛所说的一个 未来长期的一个路上还是往上涨 那问题是 这一波的一个下调的一个空间还是有的 那现在如果说大家要去做多的一个情况下 那我觉得多少是有点风险 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低一点的一个位置 在1265到1280这个区间 再考虑去做多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而且就是说在短期内 就是说因为今天晚上的话 就会有一个非农的一个数据了 那非农数据肯定会跟黄金 有一定的一个关系了 那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如果今天晚上黄金能够到1295到1300这个区间 没有做明确突破 大家可以不妨考虑做一个短空 目标点1288或是1280这个区间就好了 好的 感谢伦柱德先生的一个分析 我们也是稍事的休息 这里是亚太生情 我们广告之后见 inicial按茄歌 ICtechnajes 370以上 明镜需要您的属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